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年春节刚过 四川西昌琼海边上的一处市场就开始热闹起来 这里交易的全都是各种形状的红色石头 这些看上去毫不起眼的石头 就是近接年在玉石市场火爆一时的玛瑙 名叫南红 2015年3月 陈海龙来到了这个他熟悉的街道 这里是他人生故事中一个神奇的地方 他和南红的独特故事也是从西昌开始的 那个十二万 三个十二万 这一坡 这个呢 这个多少钱 那个两万多 这个呢 那个也两万多 这俩都是两万多 这个十二万 哪不买的就怎么做呢 其实在市场上也这么不好见 典型的狮子黄 应该是品质最好的了 这种水红料吗 这个是西瓜红 这个 西瓜红 这个应该是 明灯红里面来到水红料 对 这叫水红吧 这个 其实无猎不南红 这么大的在整个市场 其实是相当少的 这个 我们长期接触也知道这个 但是价太高了 最低多少钱 这个 这个 这六克多一点 那差不多 八千多一克了 差不多吧 那太贵了 实际不错 这也算没做大逆顺的 这家的确实很少很少 这么大个的 十六克的确实很少很少 不过这家有点高 我考虑考虑吧 你把别的拿过来 一个吊转十二万 感觉这石头叫出了天价 陈海龙没有继续还价 但也对这块南红赞不绝口 市场上的东西千查万别 看完贵的 陈海龙又拿起另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多少钱呢 十块 啊 说价 八百块钱 这个其实颜色也挺红的 但是它上面做界面啊 做胸柱它是做不了的 因为首先它有瑕疵 有这个不纯净 再者呢 它有裂纹 收藏南红 讲究的是满肉满色 肉就是质地 越紧实细密的越好 颜色也是越红越好 这个市场里 十二万的顶级料 和八百块钱的小料都有 这也是吸引陈海龙的原因所在 陈海龙几乎每个月 都要来这里住几天 买上不少好东西 回北京 他的买料原则很简单 就是直选品质最好的材料 可是就在六年前 陈海龙还是一个 一穷二白的创业者 他与南红的缘分 也是六年前开始的 2009年 陈海龙还是一个 刚从农村出来 闯世界的新手 听说做珠宝玉石的生意不错 他也想进入这个行业创业 可是一无资金 二无经验 他应该从何做起呢 一次 他听人说起 四川西城那边 有一种石头是红色的 市场上很少见到 他决定去西昌 找找看 刚来北京的时候 确实没有钱 家里也没有钱 我当时也没怎么出过门 我就想啊 必须得去 不去 这在北京也没有啥好路子 为了能在北京生存下去 陈海龙孤注一掷 约了一个同伴 去了西昌 但是 出产红石头的地方 是在离西昌 一百多千米远的大山里 那里生活艰苦 交通不便 就算去了 能不能找到石头 也未可知 南红的产地 还离西昌 有五个多小时的山路 然后还都是悬崖 当时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 走山路的时候 山上老往下掉石头 幸福的收获 总是伴随着艰辛劳顿 考验着人们 当陈海龙千辛万苦地 找到大山里之后 他终于在遗族村民家里 找到了传说中的红石头 可是 出回来的石头 究竟是什么品质 能不能卖出好价钱 这些都还是个未知数 陈海龙拿着石头 回到北京 他想找一个专家 帮他看看这种石头 这一天 他找到了中国地质大学的 郭颖教授 我刚从山上找到一种石头 帮我看看有没有价值 您知道您这个是什么石头吗 我知道它叫玛瑙 玛瑙 我想问一下它有价值吗 有 玛瑙是的确没有错 是天然的玛瑙 能看得出来外面还有风花外皮 而且指令很好 这个玛瑙是有价值的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玛瑙 依我看跟它的特点完全不一样 还有个问题就是 说这里头的石头 你看哪种都有 哪个有价值呢 我还是觉得这种红颜色的效果好吧 你看这块和这块 还有这块 我个人来感觉都是不错的 找郭老师看完石头 陈海龙还是担心 他的石头卖不出去 他和几个同伴商量一下 决定先做一些珠子穿成手创 拿到市场上去试一试 南红玛瑙 古称赤玉 在我国的应用历史悠久 现在云南博物馆馆藏的 古滇国时期南红饰品 故宫博物院馆藏的 清代南红玛瑙奉首碑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 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 南红玛瑙的精品 历来都被人们所珍视 中国古代的玛瑙 是分了四个大产地 这四个产地 其实全是产区 不是具体的某一个地点 比方说比较有名的叫北红 就是在古代的黑龙江 现在我们知道是在辽西一代出产 还有东红不是中国了 是日本 日本出产的红玛瑙跑到了内地以后 后来我们发现 它是经过可以热处理烧红的玛瑙 原来的颜色泛黄 结果这一烧变成了红颜色 还有西红 从中亚西亚是反向丝绸之路 传过来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南红 这个南红泛指是中国南部地区 一个就是云南的宝山地区 其实它也有不同的小的矿区 第二个就是在四川 凉山一族自治州的地区 2009年 陈海龙去西昌寻找南红的时候 珠宝玉石市场上的南红非常少 主要是出自云南的宝山料 可是云南宝山料出产量少 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 陈海龙当时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 后来他在古湾交流会小试牛刀 陈海龙对四川南红有了更大的信心 他随即又去西昌 开始大量收量 然后在山上住了有五十多天 又住了五十多天 对花了大概是十来万块钱吧 收了几吨石头 然后我们把石头就是租车嘛 运到那个呃一个乡的旅馆里 然后后来我们就看这石头我们发愁了 我说收石头那么便宜 如果拖运到北京的话 还要花那个拖运费 那咱们就把那个稍微刺点的给摘出来吧 当时摘出来的有一吨多 就堆在那个旅馆的门口了 然后我们把好的拖运到北京 那后来呢 那个旅馆的老板打电话给我们 说那个那个呃 这石头不能挡着我们门口 你们要把它给弄走 然后没办法 我们就那个花一百多块钱 找了当地的农民 把它扔到河里去了 真可惜 是啊 那时候不知道有这么大的价值 现在有没有再去捞一下 呃 后来都让老百姓捞上来卖给我们了 之后的五年时间 这种产自四川西昌 叫南红的玛瑙 在北京的珠宝市场 价格一路攀升 陈海龙当时收购时 只有几块钱一斤 而现在的四川南红 从几百到上千块钱一克 价格已经翻了无数百 呃 从我发现南红之后呢 呃 那时候是买料五块钱一斤 呃 已经到现在已经有 零九年 现在有五六年了 反正一直在涨价 啊 现在像这样的石头 几万块钱一块了 原本是深山里不为人知的粗陋石头 近些年却成为大众收藏的热门题材 在珠宝玉石市场也深受欢迎 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 南红的价格为什么攀升如此之快 郭颖现在是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学院的副院长 五年前陈海龙找到他时 他也没有想到现在南红的价格攀升得如此迅速 其实南红的火爆与其自身的特点密不可分 麻辣在中国这么多年 价格从来没有涨到这么高的一个地步 可能也有他自己的特点 它的颜色是最好的锦红 一般市场上追的是柿子红 或者是像还有什么玫瑰红等等 它的颜色比普通的麻辣颜色要漂亮得多 第二点呢 说你满肉的肉是它有胶质感 那质地上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是符合的 在北京东三环附近分布着不少珠宝玉石市场 有的市场经营包括南红的各种珠宝玉石 有的整个市场全都是经营南红的商户 根据统计数据 在北京的五环以内 商户至少100家以上的珠宝城共有43家 五环外的还没有被统计进来 珠宝市场越来越多 南红的价格一路看涨 仿制品也开始出现了 与翡翠和白玉一样 南红的仿制品在市场上也有不少 最容易被错认的也是一种红色的石头 市场上目前最容易跟南红混淆的 如果有不良商家他就成心混淆的话 用的是红壁石 而且有一个特别好的鉴定方法 就是用强光的手电放到红壁石的上面 我们看强光手电打在红壁石上的光斑没有扩散 一点都扩散不出来 它不透明 但是南红马脑不管直接有肉质感有多强 胶质感有多强 一放下去 在光斑的外面一定会长出一圈运 就光能够扩散开来 梁山也叫乌石 而红壁石还不光是梁山有 敏烈 包括马岛 马来加斯加 包括越南也有红壁石 由于利益的驱使 自古以来 绿石市场上的造价方法就层出不穷 这一天 在西昌的市场上 我们就发现了一些 跟南红马脑长相非常接近的石头 这个 这个是 务石 全是务石 要的价还不低呢 这块要多少钱 600块钱 200哈 600 600哈 马达加斯加的 这不是 这是马达加斯加的 这不是四川料 里面也是红的 皮是红的 里头不是红的 有的造假 它是把买一块 那边的小料扎 然后这挖个洞 把它一扎 然后把这打开 还有这样造假的 这个就是纯堵料 一点口都没有 但是 你用手电打一下 你手电 如果有点透感的话 就是 马脑 如果打不透的话 这个估计 百分之百是 乌石这个 打不透 不对 那个 那很明显的 乌石 这个 有的不懂的话 如果它飘这么亮的光 很容易跟马脑混合的 现在市场就这个样 市场什么样 好东西不是很多 得需要运气 然后呢 需要自己的知识 哇 还有这么多呢 像这样的东西啊 都得灌焦 不灌焦 做不出东西来 陈海龙 所说的 乌石 就是郭颖教授 提到的 红壁石 依靠这些年 积累的经验 现在 陈海龙 已经可以一眼 分辨出 乌石和马脑 可是 在刚开始 进入这个行业时 他也买过 这样的石头 对 这就是乌石 做的雕件 它的价值 就不是很高 它只是一个工艺价钱 当时刚干 刚发现南红的时候 我也 我也 我也买过 那个乌石 你看这块 这块就是 这块就是纯乌石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 山上的老百姓 把那个 真的南红 把乌石砸块肉 把真南红 然后镶在上面的 上面那个 抹502 然后撒那个火山 火山灰 然后 做成的这种 你看这个 这儿 露着小口 就是乌石 当时他们抹了很多泥 根本就看不出来 这是回家 我洗干净了 一看 上当了 除了红壁石 市场上还有哪些造假方法呢 现在市场造假的很多 有杂实 染色 有树脂的 有流利的 这个就是流利的 这个应该是杂实染色 这个多少钱 一粒 一千 一千一个 大多数 当入手的 很容易打眼的 一看它 因为它特漂亮 应该是 东陵玉 染色 或者是白的石头 染色 这应该是 这是染色 这也是染色 染出来 对 这个应该是泡色 用那种料泡进去的 这个 但是经常会掉色的 如果是天然蓝红 用手电光一打 是这样有些透光的效果 并且能看到里面 有细密的珠砂点 这也是 鉴别南红的 重要方法 现在的南红市场 除了满肉满色的品质 最受欢迎以外 还有诸如 冰种南红 冰飘红 火焰纹等 也是玩家 喜爱的类型 这些经过大自然 亿万年造花 而出产的石料 在经过人们的 艺术和工艺加工之后 已经成为 珠宝玉石市场 和收藏市场上 未受追捧的新虫 南红的色分几大特征 柿子黄 柿子红 珊瑚红 火焰红 还有冰飘 还有冰种 好多特征 与南红成品的鉴别相比 南红石料的鉴别 难度更大 陈海龙拿到一块石料 总要先看看它的裂纹 如果裂纹太多 颜色再好的料 也基本上没有用出来 可是有些料 仅仅从外表 是很难看出列文的 白南红石料 也因此具有一些 运气的成分 看了几块小料 陈海龙决定 现场 切开看看 因为照的话 能照透 我觉得里头肯定有东西 一会儿咱赌一下试试 这个我感觉没有希望 什么也没有 这个有句古话 神仙难断翠玉 这个南红也是这样的 他用皮包的 有的时候 再高的高手 也有赌性 这个六百八 六百 我赌一下 八百 六百八 好 我们赌一下 马上就去那边去切 切开看看有没有肉 六百块 来试一下 交个朋友 这个也应该没问题 里头肯定有肉 究竟里头有蝉丝 里头有脏点 这都说不准 里头肯定是玛瑶 肯定是南红 这是肯定的 好 谢谢啊 让我钻一点 这样是比较善良的 三百 三百啊 你看这个 这里一看 这就是白的 只有这一点点是红的 而且这个是饲料 最低价多少钱 最低一百五 一百五 这个差不多 那就一百吧 我赌一下试一下 看看里头有没有好东西 可以吗 好嘞 陈海龙在市场上挑选了三块小料 准备现场切开 看看自己的判断力 这三块石料究竟是买涨了 还是买赔了呢 这是全堵的料 这个 你切我切 这个半堵料 我感觉这里头肯定有丝是白的 一会切一下就知道了 这个买的应该没问题 咱试一下 先看第一块吧 咱看看这块啊 哇 挺红 是南红 这里头 非常好 这里头是南红 这个堵的不错 这一看里头就是南红 不是乌石 那这个两百块钱值了 第一块开的不错 那么接下来六百块钱买的第二块 能开出什么呢 这是半堵料 就看里头的色好不好 有没有那个蚕丝了 磕深不深 咱们先看看这磕吧 好 天然的链 这是天链 天生的就是这样的链纹 这还能开呢 这 有链纹做出东西来 就影响它的质量的 哎呦 这样的结果让人有点出乎意料 那么接下来第三块料又会怎样呢 再看看最后一块吧 哎呦 这跟想象的差不多 这块怎么样 这块只能做鞘雕了 它这 是有丝的 有蚕丝的 切完三块石料 陈海龙最晚期的 就是六百块钱 买的这一块 哎呀 这个基本上就瞎了 这个 因为有裂的话 做不了大东西 这个 一瞧就碎了 啊 这个 只能做珠子了 做珠子呢 这个 也不是很贵的珠子 啊 这个能出一个小牌子 哈 这没裂了吧 还能再碎吗 还能再碎 你看这个 一瞧又碎了 那没办法呀 这个赌输了 这个 是啊 没想到裂纹会这么多 啊 我只想到了一道裂纹 对 赌料是最难的 我们也经常赌输的 啊 哦 也有赌赢的时候 不过那个得靠运气了 那个 真可谓 无裂不男红 六百块钱的石料 切开之后 变成了废料 这也是男红石料的 特点之一 如果普通消费者 要买石料 应该尽量谨慎地 观察石头的特征 才能避免 不必要的损失 日落西山 南红市场 一天的喧嚣 逐渐散去 陈海龙 依然在市场中搜寻 他期待着 明天 还有更好的收获 中文是世界上最美丽 天涯的文字 以中文书写 文人谈吐 尤其风扬 随着中国人的足迹 中文更为全世界 广泛运用 梦幻的蓝色琥珀 是收藏者心中永远的诱惑 一块看似普通的琥珀原石 能不能开出顶级蓝色 敬请收看科学健保系列之 《琥珀的诱惑》